穿越马路时驾驶人务必要慢看停 而行人也要停看停 确认道路没有状况再行通过 根据统计今年1到10月 新竹县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中 高龄者就占了将近四成 而肇事原因主要以为注意车前状态 以及穿越道路为注意左右来车为最多 今年的1到10月发现 所有发生交通事故里面 那个说24小时死亡的部分 高龄者65岁上的占了将近四成 这样的比例对我们新竹县来讲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新竹县道安委员会配合交通部 除了加强交通安全的宣导 我们也要特别提醒 高龄者你不管是在过马路 或在走路的时候 或者骑车开车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几件事情 除了路口慢看停之外 你在清晨或深夜通行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穿着比较亮色的衣服 特别注意一下你行车的一些安全 那新竹县道安委员会也针对了 这整个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们也做了几项的努力 特别在工程面 我们针对了我们新竹县的一些 行人的耗置灯的部分 做了大概将近19处的一个放大灯 在我们的新浦以及我们的竹东的路上面 做了这样一个行为 针对了我们高龄者所需要通过马路的区域的部分 比较明显的一个行人灯以及我们的行穿线 当然针对一些路口危险的一个方式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些道路上的改善 不管是我们的标志 还有我们的标线 还有我们潮化岛 让所有行车也比较安全 高龄者一旦发生事故 伤亡的程度往往比较严重 属于道路安全事故高风险的族群 因此新竹县道安汇报横向整合各单位 透过交通教育宣道 监力以及执法等手段 维护高龄者行的安全 也请民众多加关心家中的长辈 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多点耐心保安康 凯博新竹简淑琪采访报道